因为古征是一个很安静的学业,加上他年龄又小,发育得比同龄人慢,妈妈给他又报了一个舞蹈班,希望让他动起来。 这个艺术团特别难考,袁冰岩凭借自己的努力和热情进入了艺术团,成为了孙丽的师妹。 8岁,参加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晚会的演出活动,第一次登上大型的舞台,稳健的台风获得了领导和老师的一致好评。 这一年袁冰岩是非常繁忙,随团赴法国,参加了申办北京奥运会的演出活动。 同年6月,袁冰岩还参加了中央电视总排儿童节晚会的录制,他还连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。 81周年文艺晚会,袁冰岩主演的乐漫武侠传奇剧《听雪楼》,在剧中饰演了绝匠冷傲,人中之凤的女主角舒敬荣,特邀出演的古装玄幻剧《悬门大师》播出,而其主演的另一部古装玄幻剧《江夜》也于同年播出。 他在剧中饰演的天下三痴之书《赤墨珊珊》,温婉敬险且冰雪聪明,玲珑剔透又细腻豁达,是世间年纪最轻的神服师。 而袁冰岩对角色的演绎,则赢得了包括援助粉丝在内,众多观众的肯定与喜爱。 开播前几乎没有流量,颜值和演技一直还被嘲笑,道具差,服饰粗糙,演技绞柔造作。 反正是一大波负面评论,《琉璃》中女主储玄机这个角色,和袁冰岩以往饰演过的角色都不同,袁冰岩直到凭借琉璃,才在公司有了一席之位。 袁冰岩不但演戏敬业,更有一颗博爱之心,成为明星爱心大使,2018年发起了关爱听障儿童唤醒小耳朵的公益活动,并为康复院的听障儿童送去了爱心。